最近消息还有第26届台北电影节颁奖典礼 今天晚间登场了 入围13项的周楚除三害不负众望 而今天汉林里人 并被拿下最佳男主角以及最佳男配角奖 而在小小当中 饰演母女的陈奕涵和林品彤 拿过了最佳女配角以及女主角的奖项 至于老狐狸则是横扫了 包含最佳剧情长片在内五项大奖 是最大赢家 最佳男主角 得奖的是周楚除三害阮金天 饰演王命之徒陈桂林 细腻情感层次获得评审肯定 阮金天以周楚除三害 打败了宰宰周愚明等劲敌 拿下北影最佳男主角奖 他虽然人没有办法到场 也问跨海感谢日前离世的母亲 想就去做啊 想那么多干什么 真是的 这是我妈妈还在的时候 偶尔会告诉我的 谢谢电影这个舞台 谢谢我母亲赋予我的不放弃 李李仁也靠着周楚 拿下了最佳男配角 自己也很惊讶 另外年仅12岁的林品彤 近去年夺下金马影后之后 再以小小几百众多大咖前辈 顺利突围在北影丰厚 我希望我以后会跟小小一样勇敢 勇敢的长大 勇敢的犯错 勇敢的做梦 其实在片中饰演妈妈的陈奕涵 已经早一步拿下最佳女配角奖 金上加金 她也忍不住自嘲 我也是只有得过最佳女主角 十几年前听说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是 什么都不懂得 只知道谈恋爱的小女生 而去年金马奖最大赢家老狐狸 在本届北影中也横扫导演 编剧 摄影 最佳造型设计 以及最佳剧型长片的五项大奖 但获得金马最佳男配角的陈穆毅 却在北影驻围络马 原因是戏份不足 让他不满开枪 除了演员没有得个败个奖以外 全部都得了一堆奖 蛮奇怪的 北影颁奖典礼 电影人难得齐聚一堂 现场星光翼翼 也难免几家欢乐 几家愁 记者欢呼的彩帖报道